苹果之心黄美珍身心残疾难欲哀哄去死痛哭 星光二班歌手黄美珍接受苹果专访自剖内心的缺陷 既不懂得被爱也不晓得如何去爱别人 这或许与他成长背景有关 他十岁细水中创左耳听力之圣二成 自卑也怕被觉得是一类极力隐瞒有残疾的左耳 承受耳朵经常流血流浓的磨难 国中毕业后因家里只能攻哥哥升学 被迫提早踏进之城 好不容易参加超级星光大道逆转贫穷人生 2013年他误解同志对婚姻不用负责 在脸书发文表明不支持多元成家 反被呛反同 难倒上帝就知欲你的耳朵吗 更有网友直言要他去死 向来必谈此事的他五年后 向苹果告解 我真心没有反同 甚至可以说 我的家人也是 35岁的黄美珍 在四年前与离过婚 育友依子肚肚 且大他十岁的张瑞哲 托尼结婚 他说 起初在教会认识托尼 一开始对他没感觉 竟知他也曾是歌手 最令他羡慕是 托尼曾与他的偶像歌手 扣扣交往过 黄美珍在认识托尼后 生活被托尼悉心照料 天天虚寒温暖 更是基本动作 就连他回台东老家 托尼也是一路体贴护花 他坦言当时被托尼的柔情攻势 打动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被疼爱的感觉 不过爱情的浪漫 总是需要历经现实生活的考验 婚后黄美珍面对 托尼与前妻生下的儿子杜杜 他坦承自己身为一人 但不是圣人 有过后母的纠结 刚结婚时 常常为了小孩子的事吵架 我并非讨厌孩子 但每个女人对家庭都有个幻想 希望有个属于自己俩人的家庭 孩子刚开始唤他叫阿姨 而不是叫妈妈 甚至质疑 你指黄美珍 怎么又在这 他当时一度迷惘 我没有孩子 不知道什么叫做妈妈 我不知道如何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 但我可以爱他 喜欢他 教会牧师劝他祷告 于是他们一家三人 每天牵着手一同向上帝祷告 祝福新的家庭 也祝福前妻的家庭 神奇的是 杜杜渐渐对他的态度转变 开始会照他玩 甚至看到他变得很开心 也催阿姨 黄美珍赶紧生个弟妹陪他玩 黄美珍身为后母 对小孩奉行爱的教育 她说 杜杜的管教问题 全交由老公及婆婆处理 她只陪伴小孩玩 而她也提到一直不生小孩的祝阴 是因她惧怕有了自己的小孩后 担心工作被小孩绑住 但结婚四年后的她 近来也转变心态 尝试跟老公不避孕 除了吃中药掉身体 更寄喝冰吃辣 她本以为铁定有孕 无料当发现月经来时 她难过痛哭 老公讨你安慰她 不要哭 我们才尝试一个月没避孕 回顾五年前 立法院通过多元成家立法草案 当时黄美珍在脸书转发一则 信解放风暴即将席台 影片并表示 为了保护我们作为人的价值 我黄美珍反对多元成家引爆各界争议 她脸书也被听同民众灌爆 她受访时向苹果回忆起那段过往 曾被朋友同事下风口令 怕她多讲多错多解释 反引来更多炮轰 她坦承当时的同志草案 被牵扯包装成同志对婚姻不用责任 她回首当时失去理智发文 为了引来排山倒海的激烈犯 因所有人叫我闭嘴 我被吓到了 她反同言论爆发争议 她窝在家里痛哭 婆婆安慰她 老公讨你也安抚 我知道你的心不是这样就好 如今黄美珍自省说 公众人物本来说话就要小心 当下的文字情绪错了 很多人误解我 天啊 我的妈呀 她也强调没有反同 当然尊重他们同志 而她国中毕业后 家人坦白告诉她 因家境关系只能让哥哥升学 于是她15岁开始打工 为了帮助家界 同时兼任美法店 手摇饮料店 并在夜店铸唱 就连参加超级星光大道 时期也跟着家境教部 家的赖名伟 在桃园助唱 身高152公分的她 一度比赛压力大到吃不下饭 甚至在助唱累到睡着 瘦到脸脑 体重支剩36公斤 尽管她拥有高抗且爆发力 十足的嗓音 舞台上 举手投足 更流露出自信 讽刺是 她私下却是个 没自信的女生 本是素人的她子 星光二般爆红 从默默无闻 便被歌迷簇拓拥的歌手 谈言一度患 患有人群恐惧症 只要到人多地方就会焦躁 不安 甚至无法呼吸 她也因场年影难而及 被误解为难搞 大头症 又因过度保护自己 也不懂得对人敞开心扉 她常年饱受耳朵发炎 流血流浓的折磨 耳朵发病时 身体不平衡 视线无法发主 而感到自卑 她极力隐瞒听 这样 却被误认为难搞 有大头症 直到婚后 她才向老公及婆婆坦诚 夫家急忙为她安排 开刀治疗 满心期待耳朵恢复听力 确立经手术失败 得知手术失败 她难过的在街边崩溃大哭 近期 本来国旗用气二度手术 医生提出恐有神经受的风险 她无奈打消在手术的念头 心想 算了 先这样吧 近年网友发现 黄美真长相变不一样 也漂亮了 她大方坦诚 有微整 但没有动刀 她招任意 微精词 微调鼻子 下巴 让拍照起来比较漂亮 她也自招过去 打肉毒 脸会凹陷 婴儿不再打肉毒 她整形老公刚开始 不能接受 并大呼 你本来就这么漂亮了 但宠妻的她最后改变心意 甚至拿钱让她微整 她接触基督信仰后 于2010年受洗 透过宗教的开导 开始懂得对人敞开内心世界 学会倾听 更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对于过去激烈的反同言论 她也多了谦卑 愿意公开表示 尊重同志的选择